我们知道一天当中呢 最重要的是早餐 这个台湾的早餐呢 非常的丰富 当然传统的像烧饼油条 不过现代人这个健康意识比较高 油条不能吃太多 它的制作过程呢 加了这个明凡 所以呢 高温时候的油炸 可以让它蓬松起来 又酥又脆 但一样是提醒你 明凡吃太多呢 可能会屡过量 所以适当就好 另外呢 这个豆浆的确是绝配 因为喝点豆浆就有助于抗氧化 撒上面粉细心揉啊揉 目感来来回回压过四五次 一刀一刀平整切割 这细细长长的面团里 原来大有玄机 轻薄短小的面粉团 拿起来拉一拉 里头可是大有学问 这油条里头除了撒面粉 还要有明凡 还有苏打 酸碱综合 制作油条过程大公开 一公斤的面粉 或半公斤的水 再加入明凡30克 小苏打16克 以及食盐30克 金黄酥脆的油条 出炉咯 今后五分钟的高温油炸 终于油条DIY成功 不过你知道 为什么要两条一起炸吗 不知道 太多东西追究 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吃 科学新知就藏在油条里 因为俗称的小苏打 学名碳酸氢钠 就是做糕点时常用的蓬发剂 碳酸氢钠一旦受热分解 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撑起面团 两条压在一起 油条才能蓬松的嘟嘟好 不像不但一条歪七扭八 此外 凝反更是反应速度慢的 酸性反应剂 跟小苏打中和 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高温时帮助油条 在最后阶段炸的蓬大酥脆 但您吃下的这一些化学物质 真的都安心吗 会主要会搭配 比如说像碳酸钠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苏打的部分 那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可能让它 最主要是要让它油条 有一个蓬发感 可能会加上一些凝反 那凝反我们知道 它里面主要的成分是铝的成分 豆浆里面其实有所谓的 大豆义黄酮 那大豆义黄酮 本来就是属于是 很强的一个抗氧化物质 那可以中和一下 冥凡加多了 吃油条 小心过量铝 从口入 但豆浆中富含的软凝脂 可以抗氧化 解除冥凡和铝等无机物 只不过专家提醒 任何食物吃过量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何况高温油炸 食物对人体本来就扣分 小吃都排毒 才是上上侧 记者王艺军秋春 台北采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